经常打飞机的老哥都知道 根本不会有人这样打飞机 他的做法无疑就是自觉坟墓 而同伴健壮 连忙将鸟笼打开 这能有效干扰敌人 没想到 竟意外摧毁了架敌机 而敌人此次的目标 就是当下最臭名昭著的大独销巴伯罗 但你绝对不会想到 隐胜时期的巴伯罗究竟能有多嚣张 为了将面粉生意做大到美国 他直接命远 用大挂堵住美国高速路上的车辆 好让这里成为他的停机场 让飞机平稳降落 随后一大批小老弟蜂拥上前卸货 并且每次飞机用完就丢 因为在面粉运到美国后 经过汝塘稀释 利润从7000美刀 直接飙升至15万美刀 根本不差一架飞机的钱 这暴力的生意 让巴伯罗在短短几年间 瞬间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毒枭 可就在他的面粉帝国如日中天之时 却做出了一个悔恨终生的决定 当时正值总统换代之际 脑抽的巴伯罗竟想要竞选总统 但他的恶名早已闻名事件 想要成为领导人谈何容易 不过有钱能试鬼推磨 他先是以钱多烫手为由 分点给高官议员 然后吃巨资为贫民窟修建楼房 这一善举 成功获得了诸多民众的支持 很顺利的就得到了预选机会 巴伯罗本以为时机成熟 便直接参加哥伦比亚国会 但会议刚一开始 就出现了他最不想看到的情况 司法部长竟在全国面前 将巴伯罗的种种罪行一一曝光 言论一出 参选总统的计划无疑是没戏了 然而司法部长还没意识到 自己的命数即将来到尽头 这是个一夜报复的机会 击杀一名警员两千美元 击杀一名警司五千美元 要是击杀警督或者警监 则是奖励一万美元 若是能击杀警长 奖金直接攀升到五万美元 这就是激怒 世界第一大毒枭巴伯罗的下场 面对着诱人的奖赏 贫民窟的孩子们 通通化身成杀手 因为这是他们 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 但巴伯罗的这一举动 同时也给他自己带来了危险 政府为此派出军队对其围剿 为了脱险 巴伯罗步步地自己一丝不挂 穿越了大半个丛林逃命 而世界第一大毒枭 岂能受过这种羞辱 于是他当即展开了报复 巴伯罗通过电台发出犯罪预告 从现在开始 他将不会再制造枪击案 而是选用更为直接的炸弹作案 但电台主持人 却怀疑巴伯罗是在装逼 这下主持人彻底信了 于是 属于巴伯罗的报复就此展开 第二天 航空公司就遭到了袭击 警戒市中心的政府大楼 也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 一时间 恐怖袭击使得人心惶惶 或于舆论的压力 政府不得不向巴伯罗低头 但奇怪的是 巴伯罗竟在这时选择了自首 不过他的自首有四的条件 首先 承认他的面粉生意合法 第二 不得与美国签署引入条约 第三 他所关押的监狱 必须是由他自己亲手定制 或于巴伯罗的实力 政府也只能选择同意 但这与其说是监狱 不如说是巴伯罗的温馨小屋 里面的娱乐设施应有尽容 并且面粉生意 也根本没有因此而停摆 甚至除掉了美国这个干扰因素 他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但这种安逸的生活 没能持续太久 变数就出现了 女人掏出一对金士 正准备将其当掉 可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出现不速之客 他知道这帮人就是冲自己而来 也在这时 歹徒竟掏出机枪 对着玻璃疯狂扫射 女人此时如同带宰的羔羊 蜷缩在地上瑟瑟发抖 但一梭子子弹下去过后 好在他们没能成功 很明显 这面玻璃是中国制造 让他得以侥幸逃过一劫 而这就是作为毒枭巴伯罗的女人 所要承担的风险 巴伯罗残忍肢解了两名小弟的消息 被媒体大肆报道 把政府渲染成毒枭的帮凶 为此 政府立刻派出军队前去缉纳 也是从此刻开始 世界第一毒枭的命运将被改写 手眼通天的大毒枭 早在军队的到来就已逃出生天 而政府知道 仅凭他们的正规势力 很难将巴伯罗铲除 于是他们当即选择 将巴伯罗的敌对势力 通通从监狱无罪释放 作为条件 他们要帮政府铲除威胁 因此 凡是与巴伯罗占有半点关系的人 无论是男女老少 都在短短几天内死于非命 曾支手遮天的大毒枭 如今过上了过街老鼠般的生活 更令人没想到的是 警方竟将他的家人 以保护的名义将其软禁 然而巴伯罗得知消息后 明知道电话会被监听 却仍打去了电话 确认家人安危 而这通电话 无疑会被锁定方位 于是警方当即派出大量兵力 前去剿灭毒枭巴伯罗 他也知道自己的命数已尽 便让手下先行离开 而自己则守在窗殿 接受命运的审判 随着警员缓缓靠近窗户 映入眼帘的 是世界第一大毒枭的云末 至此影片结束 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巴伯罗埃斯科巴 曾一度登上福布斯富豪榜 并且也为自己的家乡 做出过巨大贡献 他不仅给贫民窟 修建了诸多公共设施 还会接济当地贫困人民 时至今日 巴伯罗对当地的影响人未散去 而世人对他的评判各有不同 我是郑君 主页还有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